说到大坑 当然不能忘记温泉啦 921地震虽然重创了台湾 不过台中市却意外因为地震断层 而发现了新的温泉源头 这些从地底下2000公尺深处抽出来的温泉 每公升的碳酸氢离子 竟然高达12400毫克 这里的温泉地质属于沉积岩地质 大坑温泉为虫草泉 也就是碳酸氢纳泉 日本人称它为美人汤哦 没有刺鼻的硫磺味 全温较一般的温泉滴 浸泡时在皮肤表面呈现气泡 还有天然的轻微按摩作用 美人汤之所以称为美人汤 当然是来泡汤的女性会越来越美丽 各个都成为健康的美人 无论是您想爬登山步道后泡个露天汤 或是与情人家人一起入住温泉汤屋或小木屋等拥有私密空间的泡汤享受 大坑都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享受完温泉 在享用仙笋 在享用仙笋 土机养生餐或风味餐 品咖啡 赏山赏水赏鸟 泡茶观夕阳 观夜景 观世界 畅游乐园 享受逍遥山中 无甲子的悠闲岁月 可让您青春健康乐无比 感谢观看